針對這個中央政府振興這個這整個的擴大 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 我想審計部的意見 主記長尤其是最主要是針對第一個 譬如說到底他有沒有符合預算法第83條 這個部分用在國防的緊急設施或戰爭 國家的重大經濟變故等等 主記長這樣的一個認為有很多的部分 並沒有用在符合這預算法83條 你怎麼說明 這個特別預算 當經過經濟會會同有關機關審查之後 那編定之後送到立法院審議通過 那當然就是照立法院審議通過的預算去執行 那執行完之後也經過審計部有審核 那審核報告也提了很多的意見 那當各機關都要 那你譬如說就交通部特別預算裡面 他編列的 台灣的所謂的一般的公務用的機車電腦設備 這些都可以事先預期的相關的事項 這個應該是長年的預算就可以處理的 不需要編到特別預算 我想主記長 沈記長我這樣有沒有誤解你的審查報告 沈記長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對 對所以主記長你就請請沈記長先講一下 林沈記長 好謝謝 那麼在本部的這個主則最主要是監督預算族行 那麼各該項目那麼他都列到預算了 然後完成預算程序 那麼我們來做一些監督的工作這樣 對不對 那就事後的監督這個部有的是違反相關的 他其實不應該列為特別預算的 我想是這樣的 所以主記長我認為這個就是就政策面 先和你這樣就這個部分來交換意見 希望將來能夠注意這個部分 我長年預算部分也在處理也不要別人特別預算 不然現在留了說白朝鮮的建徵 天天在特別預算的話將來就沒有特別預算 謝謝那個主記長請回座 謝謝你 那 那個 呃 陳記長齁 請你繼續留在這個地方齁 我要請教育部 好 陳次長 教育部的代表 陳次長是 陳次長是 我想就這個 特別預算在執行的部分 有這個所謂 第一階段執行期間 原來審查合格的機構 發生違規或異常企業加速 有達到108家 它的違規項目包括 哪些項目你能夠列舉 我想 審計部的報告你應該看了 大概包括類似哪些 主要的 違規項目是比如說 他的那個要求他加班 或者是他本身的 工作的整個環境跟 條件不符合我們原先所期待 最重要的那個是一個實習的方案 越是實習的方案 孩子就越好祈福 我們就經常在建教合作 本來是利益良善 但是看他們是孩子 看他們不是政治人員 所以對他的相關的勞動條件 特别的科 我想這是祈福先兇人 所以這個部分做一個主政的機關 你們做出哪些的改正方案有沒有 還是做出哪些的處罰方案有沒有 對於這些 違違反規定的這些企業 我們就從名單上面除名 基本上就不再給予他們相關的這種補助了 有沒有其他的將來都永不入用 女士這件事 和社會了解說 賣贏是實習生 賣贏是學生 然後電腦對他們 比較苛刻 那在第二階段雖然這樣 那麼為什麼第二階段既然你注意到這一點 為什麼第二階段又發生 違規或異常企業家 反而增加到一百七十一家 既然你做了這樣的處理 為什麼又會增加呢 表示說你們在處理這個事情 不夠正真嘛 不夠正真嘛 我想第二階段跟第一階段最大的差別是在於 第二階段幾乎是政府全部買單的 第一階段是政府全部買單 到第二階段基本上是政府是補助而已 就是說每個月我們補助一萬塊 他的基本待遇還是要由企業這邊來負責提供 所以可能企業因為他提供的這些待遇 所以他對於這些所謂的聘用的這些員工就 可能我想這基本上是觀念上的問題 但是政府還是投入相當大的資源 這反共對這樣的人他幾乎佔了接近一半 甚至是一半的薪資 你其實還是有發言權的 不可以說都沒有發言權 我意思就是不應該 覺得說這樣 你覺得理會 不敢去監督 不敢去監督 不敢去入市這個業務 就沒意思 那沈記長你對於那次長的這樣的一個回應 你的你的 你滿意嗎 是的 這個部分相關的缺失最主要是 交易部他本身去做一些查查 考核 發現出來的一些 這個需要的企業來配合改善的這個事項 好 謝謝 那個次長請回座 那沈記長就請回座 我講這個相關的缺失是很多了 我是剛才擁在一個是大的政策面 一個是個別的方案 和相關的部會來做探討 希望大家能夠落實改進 那麼再來主席我是不是能夠請教 靈務局 那個李局長 好 李局長 你好 謝謝 整個的國土保安 靈務局的功能 靈務局的績效是非常的重要 我相信他在天災地面 地災後頭的傷 還有土石流 每次都來追根就底又是這個部分 所以造林的事情 是一個重要的政策是不是 那當時總統有說 相關的平地造林 當然是另外一個角度 也要平地造林總統的政策目標是多 當時的政策是多大 多大的面積 那是整個一個造林 不管是平地或者是山上 當時想說是八年六萬公頃 八年六萬公頃 那目前已經 目前重了兩萬三千七百四十七公頃 所以 所以你現在已經是要六年了 你認為你的目標達成率可以達到多少 目標是遇到 到八年的時候你可以達到多少 我們現在因為是修正了一些計劃 修正了一些計劃 主要的就是因為因應 調整耕作制度 活化修耕地 所以未來 會去 做短 華期的經濟 在未來的四年裡面我們會有五千公頃 所以 目標 所以世界上也是 還有你那個目標值會進行 既然是這樣的話 理論上這樣的更深深的應該是加強 繼續加強 尤其對一些地層下限 是的 對於一些 並不適合耕種的地方 你的平地造林的政策 冬節一起做的那個改變都沒有預警 還是說預警時間這麼低調 對年 對農民實在是非常的不公平 跟委員報告預警是有的 我們在去年的會議上面就逐步的釋放出這個消息 不過 對於一些嚴重的地層的下限地區 是不是要從事長期的經濟造林 這方面要涉及到一些其他的補貼 比方說在相關的縣政府有一些企業的補貼 這個部分我們定在 11號我要跟相關的單位來會談 希望能夠得到一些資源 來推動地層下限裡面的平地造林 達到保護國土的效果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想這個部分 最特殊就是這個台塑企業 是的 那個因為是在那個六清這個有相關的 類似污染 還是當時的公安事件 我導致說 那既然那個 就以他的廠區的面積2600公頃 來做雲林縣 他對等補助 這本來是好事 這本來是 你們應該要 繼續鼓勵更多的企業 來造林 我所知道也有很多企業在 鼓勵造林 譬如說 有的是喜馬拉雅 自然文明保護協會 這個協會是很堅定 你的了解是不是也這樣 就說他們在全世界造林 而且就請企業家來贊助 到很多的 來 這個 空地的地方 來造林 來提 來 減少 所謂的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整個的保護地球 這個工作你願意就在這個地方 給喜馬拉雅 自然文明保護協會 類似這樣的單位 類似這樣的政策給他們 講幾句話嗎 是啊 我是認為企業 或者是民間的力量是無窮的 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 所以有些關心國土的企業能夠拿出資金來從事這些長期的造林事業 基本上是對於 他的企業有正面對國土也有保護我們是非常鼓勵的 我也了解到委員對這方面非常關心 所以我們現在重要的是 匡注原來剛才您說的台說企業的部分 那個 那個2600公頃 他匡注的這些金位 我們要匡注的這些金位 希望他能夠繼續補貼 來配合政府的 補助的話來推動造林的工作 好 因為當時啊 相關的單位就該單位啊 他有發出一個類似扣角平單 那不過在財政委員會啊 已經處理了這個問題 這個人民幣因為 這樣來 去 貼稅 這應該對你的推動這個政策應該是有幫助 是啊我認為那個扣角平單經過我們協助就我們認為那個是完全都是補助是工作那個不算所得的 成本完全是成本 完全是成本 不是所得 你如果做不好也沒辦法領著一條 是啊 所以我認為後面 啊 局長你相關的 要怎麼樣讓這個政策能夠繼續推動 能夠有效的推行 啊你說你10名要貴的 我希望到時候這個相關的結果 啊能夠啊 通知本市 我來給你補負 我來了解這個東西 我來給這個政策 有效的進行 來保護這個 國土 是 這個部門給你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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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下來 謝謝李委